來 好 留ㄎㄨㄧㄨㄨㄊ 這個表 picture 來啦 超得手時間到了 這大елич lawn什麼ㄎㄊ poured 不取話的人 童nd 謊 搭 放腮放不出來 麥糖不沙 出門打到腮 騎機車騎到一半沒有由 來 好 流X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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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搞什麼XXX 無曲話的人 通通 你倒 放誰放不出來 不要讓人家 觸碰到誰 騎機車騎到一半無聊 你說你20歲啊 還特地地跑來我的粉絲團跟我說 年紀越來越大 沒有吧 我從一開始到現在 給人家的印象本來就不是說 我要多性感多漂亮 身材多好的 好嗎 是會看膩的 有趣的靈魂 不是我的個人本身 大家好 我是婉婉兒 婉婉兒是我 今天呢 我在我的粉絲團 看到了一則留言 咳 哦 婉婉兒 雖然你不錯 但是給你一個建議哦 你年齡 越來越大 還是混youtube就好了 演藝圈算了 不要每天都看到你 在回應別人的動態 說得自在啦 你不錯啦 要問你 沒 特色 這位阿伯啊 你真的是很用心的耶 你說你60歲啊 還特地的跑來我的粉絲團 跟我說 年紀越來越大了 沒特色 哦 這樣哦 不用混演藝圈了啦 哎呀 不用整天在那裡 去給人家留言什麼的啦 啊 你是在XX啊 你說我年紀越來越大了 你也沒看你幾歲了 你頭髮都沒了 你的頭髮都不見消失失蹤了 你又有辦法說我年紀越來越大了 哎 很奇怪耶 怎麼會是一個年紀已經 過了一半的人啦 告訴我我年紀越來越大了 叫我混不下去了 不要再混了哈 我今天講到你的留言很奇怪耶 好我就回他說 謝謝你的建議 啊我完全不會參考的好嗎 這位阿伯啊 你說話這樣真是很無聊嘛 真是很不尊重別人耶 什麼讓我越來越大的年紀了 叫我吼 不要這樣子的 沒有特色 我到底在留特色啊 哈 難道有誰可以像我一樣 臉這麼大頭又這麼大的嗎 沒有吧 哎 很能找到第二個像我臉這麼大頭 那麼大又長得滿漂亮的耶 哈 你說那位 真的聽不下去耶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年輕的人 講這種建議 我還想說 哦好啦 哎不是啊 你是一個沒有頭髮的阿伯 你跟我講那些 而且你說你六十歲了 六十歲了 你在臉書跟人家留言這些幹什麼 你不是應該要去那個跳土豐壺 還是練什麼外打工的嗎 不可能孫子算啊 你給我留言坐在哪裡 你再給我講什麼 哦 這個就是真的建議你 比你漂亮的嫩妹啦 吼 啊比身材啦 顏值啦 年紀啦 又敢說話 現實就是如此 我是有說我要跟那些漂亮的阿妹阿比嗎 我從一開始到現在 給人家的印象本來就不是說 我要多性感 多漂亮 身材多好的好嗎 漂亮的皮膀 是會看膩的 有趣的靈魂 那不是我的個人本身 但是你這個阿伯 講話真的是太不重聽了 太 這不是年紀的問題啊 重點是你留這個話 你給人家這個建議 人家是不可能聽進去你的建議的 你知道什麼叫做建議嗎 建議喔 就是真的是有內容的 你講這種什麼 沒特色 哪有在沒特色啊 比你有特色吧 你的特色只有你的頭上沒頭髮以外 我察覺不到你有任何的特色耶 阿伯啊 說話比較順暫就好嗎 我每天去人家回應留言 愛到你了嗎 你看不出來我很閒嗎 我每一天都在家 沒有活動 沒有工作 沒有主持 打開臉書 沒事就去人家那裡留言嘛 刷刷存在感嘛 跟人家網路互動一下嘛 這樣也不行耶 這樣就好像沒有特色 哈 今天是很不爽耶啦 可是我也不會跟你生氣 畢竟你也是一個 60歲的人 我覺得這樣子對長輩不是很有禮貌 我只能跟你說 你的建議真的是一點屁用都沒有 我建議你 建議你這個阿伯 可以多去外面 不要一直看網路世界的東西 不然就去看你所謂的那個 顏值高的 那你沒敢說話 喔 拜託你去看就好了 你不要來看我這種耶 我這種耶 面大頭大 沒有嘴子說話 都是長話的 你不要來看這種耶 好不好 你看 半頭又一臉嘛 對不對 我建議 我建議一塊錢啦 完蛋 tra И 你 嘛